白蘭、Rose Park 三藩市中國城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他出生於湖南長沙 兩歲移居香港 他在香港和澳門完成中學教育 1967年得到全額獎學金來到美國留學 1970年獲得三藩市女子學院全博學位 1971年 獲得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碩士學位 經過實習後進入三藩市紀事報 成為灣區第一位亞裔記者 1975年為了援助被州政府下令關閉的 中國城東華醫院 他決定停身留職一年 1983年至今擔任中華總商會顧問 其實他從10年前開始被高血壓所困擾 直到去年9月才回中國治療腎病 一直到今年5月腎病傳遇之後返回三藩市 2016年9月18日 他在中國城住宅超然辭勢 白蘭走了的一個多月之前 曾經接受過天下衛視節目 《助觀天下的獨家專訪》 而今日節目將會公開一段 從未曝光過的訪談 讓大家親自聽他說述自己的健康問題 大家其實都很關心你的身體 我的問題是當初出來年輕人 即是有什麼事在身體 第二就沒有錢 所以就沒有買保險 一旦有不舒服 生病或者什麼小毛病 所有都是朋友 陳醫生我的喉嚨痛 我說你幫我看看有沒有發炎 他站在那裡沒有預約 走進去 別人在那裡排隊 我就進去 快點快點快點 他看一看 他說有發炎開始了 所以要吃消炎藥 他說如果有咳 有痰要吃藥 咳藥水 他在櫃子開始煮 七日五日消炎藥 要吃完一天吃一粒 早晚咳藥水沒有 因為他不能放得久 他說我開張單 你下樓下買吧 咳藥水 咳藥水十元八塊就買了 好了 從來就是這樣看醫生 梁醫生我的眼睛 最近好像有點刺眼 你看看 又是no appointment 走進去 個個都認識 他說進來進來 他說很快看看 他說你眼痕是乾 你當然是損了 我拿這個藥膏 早晚放一點點在眼 然後游一游 那一不痛就停了 拿這些眼藥水 你眼乾眼痕 你就滴兩滴 沒事 滴多都沒有害的 從來沒有住過醫院 沒有住過醫院 又沒有檢查過身體 都有一年 十年多了 我坐車 我們的車被的士撞了 在後面 沒事的 個個出來 大約三點多 晚一刻吃飯七點鐘 忽然之間 腰痛都不能坐 又不能走 他們說 哎呀 你剛才撞車 現在才去到神經那裏 他說你坐了那麼久 現在才出現 他說車你到醫院 我不好意思說 我沒有眼疏 你幾十歲人 你有沒有神經 眼疏都沒有 你又說不出 喂 個個月四五百元 我沒有 是嗎 那我又給不起 我又不好意思說 哎呀 你載我去 三藩市公立醫院 因為他們對意外 是全美國最好的醫院 譬如你交通以外 有什麼嚴 你不用考慮 立刻叫家人送你去三藩市總醫院 一流 我們載我去 San Francisco General 去到 這些是公立醫院 很多人在這裡排隊 坐在那裡 我又去登記坐在那裡 每個都是這樣 那個護士長下來巡視那些人 那護士登記給他一個名單 你是誰去那裡 那護士長醒目 就看到我面青 她說做什麼 Miss Pat 我剛才早幾個小時 被的士撞了一下 我一直沒事 忽然之間很痛 她說快點過來 她說我幫你處理 填表 你燃縮公司什麼 她說我沒有燃縮的 我說多少錢 我拿Credit Card給她 她說你沒有燃縮 我沒有 她說你收入多少 三千五元一個月 她說三千五元Growse 我說是 她說OK 幫我去搞了 第二天 市長打電話給我 Rose 你是不是神經病 你沒有燃縮 你們有沒有搞錯 三千五元Growse 一些私隱都沒有 看病 怎會傳出去的 是嗎 我的私隱來的 Credit Card 你怎會通知你 市長 他說Rose 人家是好意 想我幫你忙 告訴我 你知道嗎 Rose幫城市做這麼多事 他連基本燃縮都沒有 他說你這麼聰明 怎會連這些東西 幾百元一個月 你都不去處理 我想著我媽媽五十幾歲 他死了 我那時候都差不多五十歲 還去買什麼燃縮 是吧 所以 Anyway 那個生活不是這樣 所以市長很生氣 走去中華總商會 罵他們 他說你們都不照顧 白蘭 在這裡這麼多年 幫你們社區做事 那幾百元燃縮 你們給幫他給 他自己買不起 所以 那時候 商會就和我買賣醫疏 是這樣的 好了 你因為 你幾十年都沒看過醫生 又沒有習慣 去看醫生 很大毛病 喉嚨痛 沒有打預防針 是吧 沒有個習慣 我從來未曾住過醫院 全身檢查 好了 那麼 到了 前年 不是 十年左右 我有個朋友病 我去醫院探望他 那些護士 喂 白蘭姐 我們 他說你坐在這裡 我說我等醫生來看 他說他講他什麼 我說你那架什麼機 喂 現在那些新機 量血壓的 我說不用那麼複雜 你一一嘗試一下 他就量血壓 量軟 那個護士不出聲 看著機器 他說那些新機器 我都搞不定 他同事又來 他說那架機 快活神神地 那個護士長來到 因為每個傳 都白蘭在這裡 那個護士長來 嗨 Rose 嗨 他說你來看 那邊 我說是呀 是呀 我說他剛剛 載了他去 X-ray 所以我現在等他回來 才走 那兩個護士 抓住護士長去聊天 一會兒他出來的護士長 又跟我測血壓 他又不出聲 我真是怪了 好了醫生來了 他們跟醫生說 那個醫生說 Rose 來 測一下 測完 他又拿那個 聽那個自己來 他說 Rose 他說 你沒有頭暈 我說沒有 沒有頭痛 沒有 他說 我是醫生 這間是醫院 他說 你血壓高到 應該隨時爆血管 他說 我醫生有個責任 今天不可以讓你出去 你一定要住院 你血壓太高了 我吵嚨 你說什麼 我沒事 我又沒有頭痛 又沒有頭暈 什麼都沒有 他說 今晚你回去休息 明天早上 你九點鐘在那裡 要不然 我去你家抓你回來 他說 啊 OK OK 第二天去 他說 哇 你血糖又高 血壓又高 要吃藥 哇 哦 OK 吃藥 血糖就保持得挺好 吃藥 血壓稍為高一點 但是不是那麼緊要 好了 我又沒有看過醫生 總之 總之 約到期就去拿藥 買藥 直到前年 年尾 有天我起床 早上 下滿天星斗 我知道不妥當 我起床 我起床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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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摸摸摸摸到手提電話 我打電話 打電話 我都很難 但是我突然 按到我的辦公室 我說 麗娜 我很不舒服 說我起不到身 找你們過來開門看看 再醒的時候 我在舊箱車裡面 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 我就吵 我們現在去哪裏 我認到街頭 他說去聖法蘭斯斯醫院 我說不是 我去東華醫院 他說我們救傷車 在這個區 城市 逢是救傷車 pick up 就去聖法蘭斯斯醫院 這個跟我是城市簽約的 我不可以隨便 車你全市跑 因為你是急症 他說 你呼吸全部有困難 車到聖法蘭斯斯 第一個檢查 肺積水 嘩 你積那麼多水 就噴水 三天 肺清了 但是你的神很嚴重的問題 又要找個神專家來看你 嘩 不用了 我出院 我自己找個神專家 因為聖法蘭斯斯醫院 我不喜歡 我就找了 我認識那麼多人 那 Bruce Walden 就是UCSF 上一屆的Chancellor 我打給他 說 欸 Bruce 他說我回來了 現在 說我神有問題 我說UCSF 誰最出名的看神 他又介紹我去哪裡看 和我安排很緊 去看 他就說 我的神只有6% 彎到 就馬上要洗神 啊 他說你一個星期要洗4 哇 四個半小時 再加上 車內會 哇 五個多小時 一個星期四次 不就對我整個生活 都要改變了 是吧 你怎麼搞 那 那他 那他就說 你現在馬上要洗神 他說你要換神 他說 不過呢 我很坦白跟你說 他說 因為你的年紀 又因為你是亞裔人 他說各方面 有 你 是不是 那個神呢 只有6% Function 他說呢 如果要換神 那個幾乎 那個機會 那個機會 是很渺茫 因為你要等 14至16年 才排到一個神 因為你 亞裔人 多數呢 是O型 他說呢 你這裏人口單薄 AB型捐不到給O型的 可以捐給任何一個型的血 他說 這個第一 他說呢 你這裏是亞裔人口 捐那些器官的 少都不可以再少 他說 年輕的小朋友呢 我們就盡量搭配 是吧 因為那些器官呢 小一點 那些小的 他說 你找個 比如大隻佬人 他肯捐給你 他說 他的腎那麼大 塞不下你那裏 加不上你 他說 總之很多麻煩 因為你加上去 你要搏血管 搏那些 他說 你最基本 要有六點要配搭 他說 你一般呢 要有四個配點 才可以做移植 他說 你那些老番 和你那些唐人 很難 他說你亞裔人 又不捐 那年就要等十幾年 他說 喂 Rosen 你不好像連連回中國 我說是呀 他說 中國呢 現在這幾年都很緊 不可以隨便買賣 他說 但是呢 人口多 他說 機會大很多 他說 不如你走去中國捐 找吧 他說 中國這麼大 在哪裏 他說 哦 那個容易 他在中國有兩個地方 移植 做得相當好 一個呢 就在北京 第二處呢 就是廣州 他說廣州 廣州 有成五百間醫院 四十七間是大醫院 就是三百個病床以上 他說 你連醫院都這麼熟 嘩 是啊 我什麼都懂 很多東西 我一個人 喜歡看書看東西 他說 OK 他說呢 在廣州 有個Hospital 叫南芳 Hospital 我說南芳醫院 我說 What's the other one 他說 中山Hospital 我說好了 他說 不過呢 南芳Hospital 那個老番醫生 他說呢 他們的經驗 最豐富 因為他們 三五年前 就已經在做 transplant 臨床經驗豐富 他說 你應該去南芳醫院 我說 我自己會搞 我就打電話 去南芳醫院 他們說 很歡迎你回來治病 那我要把這裏的東西安排好 那我就回去 因為你不知道要等多久 這些東西 那我就回去 那有幾次都不配 那終於第八個月 找到配的就做了 那現在身體恢復了 那臣就一點問題都沒有了 沒有僥倖 那個臣的來源 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 那比較清人一點 沒有那麼多什麼 因為上一次有個 你自己幾十歲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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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身體不好 那個 那個 那一年 又要換 沒有 沒有做 那 我不要祝福你 淨化好多 蛤 祝福你 淨化大分之百個都有這樣 對 好啊 明天晚上, 白蘭在家中去世 2016年9月18日上午11點 白蘭在家中去世 下午4點半, 白蘭的靈車 在警車的護衛下離開 9月19日中午 中華總商會舉行記者會 三藩市各界人士前往表達內施 我會想看 中華共產黨的經濟 延伸成為 Rose承認 所有她的努力都會 那樣 我會想看它繼續 她永遠不想我們 在社會生活中 為了賠償 或其他事情 或甚至 而行政經濟犯罪,令整個社群群怒罪 這就是她分享的事 9月23號 白蘭治桑委員會在中國城麗安殯儀館 舉行親友出席的首領和占養遺容儀式 9月24號早上10點 白蘭追道會在舊聖馬麗天主教堂舉行 各界人士到場為白蘭送行 挺âr這樣 拿到哈佑 鞋�奮奮大鈴 白蘭經歷豐富 起起伏伏 她的一生將會在今後日子裡任人評說